一人閆雅倫被指控偷拍案 今天晚間他被士林地檢署傳喚約談 畫面當中我們看到大批媒體守候 閆雅倫他也附入地檢署 要來接受檢方的覆訊 根據瞭解檢方今天要釐清兩個重點 第一是當時閆雅倫到底有沒有涉及到 偷拍未成年的不雅影片 第二個是否還有其他人疑似受害 都是目前要來釐清的重點 那稍後有更新的情況 我們會隨時為您更新報導